为了履行对人道主义的承诺和关怀 印尼华为通讯通过《我关心》 在西爪哇省展玉县向受地震影响的灾民分发援助 此外印尼华为还支持受地震影响的电信网络运营商 立即恢复周边居民的通信网络 印尼华为承诺加快帮助西爪哇省展玉县 受地震影响的灾民恢复正常生活 地震发生后华为紧急响应 立即在地震受灾区展玉县开展电信基础设施的修复 华为提供支持的电信网络运营商地点之一 是受灾最严重的展玉县诸葛兰区本州村的兰中山乡 西爪哇省华为交付主管Emilsa表示 华为在地震发生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 就完成了通信网络的恢复工作 维护团队第一时间派遣50个团队赶往受灾地区 完成41台柴油发电机 18台发电机 219个无线站点和5条光缆的抢修 在短短四天内所有电信网络已实现百分之百的恢复 当地灾民对印尼华为灾户进行的电信网络快速恢复工作表示欢迎 为了让灾民能恢复正常生活 华为在修复电信网络外还捐赠生活物资 华为人力资源总监丹尼前往灾区一线 开展物资捐赠时表示 华为的援助为表达对灾民的关怀 希望展玉县能快速恢复正常生活 救援物资的分发在包括 集结迪尔村的兰中山乡 与本州村的成功乡等多地开展 我会呈兰村的尊重心 我要员兰村的尊重心 我员兰村的尊重心 在对灾亭云 台湾瓦尼 纳医院的封重心 在封重心 至封重心 瓦尾充村的尊重心 当时封重心 这个地方是封重心 我们的尊重心 我们能处赠述和封重心 當地災民對印尼華為修復電信網絡 和捐贈生活物資表示感謝 電信網絡的修復工作不僅在災難發生時進行 印尼華為也將持續監控災後電信網絡的質量與連接 媒體集團記者來自西爪哇省的採訪報導